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冷漏拍戏三年多塑造了很多角色 拍这么多角色里觉得和你最像的是哪一个 我觉得就说男极和我相的点 就男极和我相的点就是不是特别爱表达自己的情感 然后又做出来 未来爱相体验什么角色呢 很想把自己练成一个就是不算肌肉男吧 就是一个我很喜欢接森丝坦森 很想变成那样子的人 很帅 如果你没有当演员想要做什么职业呢 旅行家吧 我很喜欢看很多自然动物之类的东西 人与自然然后自然密码都有看 说一个自己最满意以及最不满意的部位 然后为什么满意和不满意呢 觉得眼睛吧最满意 表达心灵的窗户 然后最不满意 嘴巴有点厚吧 因为初中的时候练武术有摔到过 缝了五阵这块 如果有机会可以改变自己 你希望改变的是嘴吗 我还是不希望改变 做我自己就好了 最近国外有一个特别火的投票 就是谁是你心目中最英俊的脸庞 你和许多明星都入围了 你觉得自己会是第几名呢 当然是第一 谁不希望自己比第一 长得好看 我觉得会利大于弊 容易被老师原谅 老师一看你无辜的脸 就不想骂你了 是吗 大概吧 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要叫咱们粉丝辣条呢 还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因为威龙威龙辣条 是不是有点干 就觉得很可爱 希望世界多一点温暖 龙龙你好 有辣条总结你的拍照姿势 总是喜欢各种拖脸动作 那能在现场来五个不同的杂志五连拍吗 不能 龙龙你好 出头三周年了 有没有什么话想要粉丝说的呢 我会保持初心的 然后你们要身体健康 龙龙我想问你 至最为止做过的最疯狂的事情是什么 最疯狂的事情 我觉得九岁去少林寺吧 一年很辛苦很累 然后也很苦 但是给我带来了很多东西 比如说打戏可以自己上 然后比如说更有毅力 嘿龙龙 最想对十年后的自己说什么呢 一句话就好了 希望能变成自己喜欢的人 你想对破梦游戏中自己所饰演的角色 说一句什么话呢 走出过去 然后开始新的生活吧 你和他有类似的地方吗 有 因为我不是一个特别喜欢表达情感的一个人 我都会去用行动表达情感 因为男孩好像都是这样子吧 父亲也是这样子 男性可能都会这样子 拍这个电影的时候 据说你只有17岁 觉得自己这两年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长高了也会有很多方式去思考问题了 不像以前就是非黑即白 现在发现很多事情都有两面性 觉得自己成熟了吗 算是吧 但是喜欢以前自己的那个充劲 好奇心 最近天气逐渐变冷了 你平常穿秋裤吗 也会穿 小时候不穿 长大之后会穿 现在多累啊 还再不保养一下 身体吃不消了 有没有什么好的东西推荐给我们呢 买一点就是保暖的东西 秋裤睡觉的时候该穿睡衣了 以往购过最好玩 或者最特别的一样东西是什么 鼻涕泥 有的时候就觉得自己手里空空的 然后那天看到别人在刷朋友圈 有人在玩那个鼻涕泥 我就说好想玩 就买来了一大拖回来玩 就是软软的就很想鼻涕 感谢观看